詞曲 李宗盛 這最後一天要講的都是理論 很枯燥無味的 你們聽得下去嗎 因為這像原始痛點 還有原始痛點跟經絡之間的比較 這個都比較後面也是 有一點偏向中醫的一些說法 如果對中醫有興趣的來聽應該還是不錯 因為這兩篇我感覺是寫得已經很詳盡 要解釋的不多 所以大致我們就請我們常君老師 他聲音非常好 就一路唸下來好不好 如果我看哪裡有需要解釋 我才把它中斷 然後再來進一步講解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說原始點 原始點是經臨床實證的疾病症狀起源處 他們位於身體一系列固定部位 各涵蓋特定區域共同作用於全身 在這些部位找到較痛的點 稱為原始痛點 按推此痛點 若有症狀 則可分辨症狀之體傷 是屬於他處還是本處 並可改善其中他處體傷所致之症狀 還可輔助熱源 以加速其中本處體傷之修復 若無症狀 亦可防患於未然 所以原始痛點是診斷治療保健合一的大開關 好 我們說原始點是經臨床實證 疾病症狀的起源處 這一個怎麼理解呢 第一個 它位於症狀是最近的 因為我們有說我們的原始點是一條脊椎七處原始點 那七處你不管任何症狀 只要往上找 在最近我們最靠近的原始點去按它的 找出它的痛點就可以解決 比如說我們這裡手腕痛 那往上找最近的是在哪裡 手肘 你不可能找到肩部去 那這個一定是很近 這一段 我們不會從遠處找 那還有一個好處 它剛好就在症狀的上方 症狀的上方傳導下來 以利益傳導 所以為什麼變成是一個大開關 也是道理在這裡 第一個 它不透過其他的開關 直接就作用於這個症狀 那所以因為它能夠做到最近 然後又從上方傳導又快 達到療效 那也是因為它是最近的開關 因為在附近找不到大開關了 它是最近 然後又是大開關 所以變成它也可以是一個診斷 因為這麼近的開關 都處理不好你症狀 那更遠的開關更不用談了 所以我們第一天就有做這樣的實驗 比如它手腕痛 它最近的開關是哪裡 手肘對不對 那我們 第一天我們不是先做手肘 我是先按哪裡 你們還記得 我先按肩部 有沒有效 有 但它感覺比較舒服 結果我在做軸部原始點的時候 它怎麼感覺 痛不見了 從這兩個感覺你們比較下來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哪一個是大開關 軸部原始點是大開關 這樣本來這個肩部原始點也是大開關 但對於手腕痛這個症狀而言 肩部原始點變成什麼 小開關了 所以我們的小開關是相對於症狀的應用上 才分出來的 那要不然我們前身有七處 你手腕痛你按臀部會好嗎 臀部也是大開關 所以這麼說來 越接近症狀的開關是不是 越強烈 就是這個意思 那越強烈 然後又是一個最附近周圍找出了最大開關 這麼說來 如果它沒有效的話 其他的開關會有效嗎 你看其他的任何身體部分 遠離了軸部 然後找更遠的地方 我已經做過實驗 它只要透過更多的開關 它的那個作用就越來越怎麼樣 越小了 是這樣來的 你不信你手指頭痛 你按肩部原始點會不會有效 有 有時候會有效 但很尾弱了 了解嗎 但你直接又按手背 馬上就感覺了 那個更強烈 所以如果就近處都處理不好 那其他的也處理不好 所以早期我在找位子 然後一路演講的過程中 我就有說過 如果有人找出他那個開關 比我還大 那我一定馬上修正 我的開關 立即修正 因為這個是要治病的 不是個人的面子問題 甚至我還可以在我們的基金會 發佈聲明 這有某個人提出 那他竟找到更好的開關 更大的 可以幫助更多人 那我也願意為我過去的講解 做修正甚至道歉 我可以做到這樣 那這幾年下來 目前 這幾年下來 目前沒有人提供更大的開關了 你看我們一個開關一按下去 可以這麼一大段都可以解決 所以這個就很證明了 它是症狀的起源處 是什麼症狀的起源處呢 他處體傷的症狀起源處 但本處體傷呢 因為按了沒有效 這個可見不是他處 也就不是這個開關引起的 那就是患處本身引起的 所以這樣又發展成為一個診斷 所以變成從治療他處體傷 又可以診斷出 如果沒有效是本處體傷 那本處體傷不能用靠按的解決了 因為按的只能解決怎麼樣 他處體傷 所以又發展到怎麼樣 外熱源來了 這個既然不能按 那只有靠外熱源還有內熱源 增強體力之後 來進行修復 那這一段就是在講這個 你變出他處體傷 跟本處體傷 那一個用按推就可以 那一個就發展到內熱源來 那這時候按推原始點 只是一個輔助作用 就沒有變成一個直接的作用 那這樣也可以發展到怎麼樣 發展到已經進一步了解到 症狀的起源處 就從這裡開始 然後到我們變因就更展開了 展開就是它已經變成可以 可以主導我們治療 內熱源 熱源的使用還有按推 哪一個為主次了 是應該重用按推呢 還是重用熱源 有沒有 這個在變因裡面 講得非常詳盡 那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在調音裡面也談到 當你身體沒有疾病 你如果有時間把一條脊椎 七處原始點都按按看 如果按了有痛點 那這個就是你的什麼 陰 陰已經怎麼樣 有體傷了 也就是你有體傷 只是體傷還不夠嚴重 嚴重到足以產生症狀 不是說它沒有毛病 只是它沒有症狀 但已經種下這個陰了 這個陰正等待著 炎來聚足它 也就是你哪一天 可能太勞累了 或是情緒不穩了 熬夜了 總很可能這個體傷就怎麼樣 進一步惡化 就產生症狀 就好像我第一天講 風濕性關節炎 平常不痛 但風一吹來它就痛 不是說風能造成症狀 因為單一的炎不會 而是因為它原本就有什麼 體傷了 所以原始痛點 在你還沒有疾病產生之前 可以找出痛點 然後就先從這個 還沒有產生症狀的痛點 怎麼樣 先解決它 那這個就可以達到怎麼樣 預防疾病 也就是我們現在常常談的什麼 預防醫學 也就是我們中醫講的 智慧病 所以最後我們這樣導出一個結論 它既是症狀的起源處 也是診断治療保健合一的大開關 是這樣來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段 身體是由熱能及各種組織 器官組合而成 且需圓如空氣、食物、水等 才能產生作用 組織包括肌肉、肌腱、韌帶 筋、血管、血液、神經、骨頭等等 器官包括心、肝、肺、肺、肾、小腸、膽、胃、胃、大腸、膀、脂肪、乳房、眼耳、鼻腦等等 所有這些組織與器官相輔相成 在熱能的推動及重源的輔助下 共同維繫著這個生命體 當這種相互依存 協同運作的關係受到致病之源的破壞 及形成體傷而導致症狀 可見 症狀是由熱能及各種組織與器官運作失調形成的體傷所導致的 雖然與單一組織或單一器官有關 但任何的單一組織或單一器官都無法單獨運作 形成體傷而導致症狀 那這一段的大意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身體的生命 能不能不靠外言 不靠它外言 然後生命就能自己運轉 然後自己一直活下去 可不可以 不可以的 我說單一的因或單一的言 都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用 所以你的生命不可能獨自這樣就可以活下來 要不然你們可以試試 你們把鼻子嘴巴捂起來 我看你們能活多久 那很顯然你們是需要外言的 所以我們的生命跟外界是怎麼樣 息息相關的 一定要借助外來的 然後再來 外也要 那內呢也要 那內我們大致是這樣分法 第一個一個熱能 一個是怎麼樣 組織跟器官 在我的比喻常常說 熱能就像電力 那組織器官就像設備 那設備如果要運轉 必須要靠電力 沒有電力它也運轉不了 沒有設備那個電力 也是沒有發揮作用的 一樣 所以它是一體兩面的 必須彼此在運轉 才能展生 那很可惜的 如果以醫學來講 這個熱能 那就是跟體質有關 所以我們要補充它 在西醫就沒有這個熱能的概念了 中醫有 中醫譬如說 它還有溫熱性藥 可以補充你體力 這個跟我們原始點 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很相通的 那西醫 我在想 也許他們是從解剖學開始 但是他沒有考慮到 各種組織要運轉 需要什麼 需要熱能 它才能運轉 沒有熱能是不行的 所以我常常到國外演講 像美國 他們婦女產子之後 他們還喝冰水 這個你們知道嗎 在中國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中醫 一般做完葉子都要怎麼樣 這個做葉子裡面都要怎麼樣補 補很多 這個其實才是正確的概念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熱能 補充體力 那補充讓整個各種 組織運轉順暢 那修復就會比較快 所以熱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把它特別提出來談 那組織各種的運作 這樣才能維持我們的生命 那如果你產生症狀出來了 可不可能是由一個組織器官 單一的組織產生的 可不可能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一定是各種因言和合 一定要有言有因 不可能單一的 但是能不能說跟這個組織器官無關 能不能這樣說 也不能這樣說 為什麼 如果說單一組織或器官好 你說我這裡胸悶痛 你能不能說這是跟心臟有關 可以這樣說跟它有關 但能不能說一定就是心臟 不能這樣說 如果是只有心臟 那我們按推原始痛點 它為什麼就會好 然後按推原始痛點 難道只有心臟在運轉嗎 也不是 各種器官組織都會被刺激起來 那這個在我們下一段就會談到 所以整個生命體要延續 它必須要有怎麼樣 外延還要有怎麼樣 那熱人的作用 還有各種組織器官正常的運轉 那這樣才能形成一個生命體 那中間如果有外延的破壞 讓整個組織運作失調了 就是我們說的會產生什麼 體傷了 那在失調的這個狀態下 的體傷就會嚴重一點就會產生什麼 症狀 也就是這個體傷就像我們的原始痛點 輕微一點它不會產生症狀 但是嚴重一點呢 就有症狀 好 那所以它這個症狀的背後一定 這樣談來一定要有怎麼樣 各種組織運作失調 不能只說單一的喔 雖然當然跟單一的組織也有關 但絕對不能說哪一個組織引起的 為什麼要講到這麼細 因為我們常常去看病的時候 比如說你頭痛 結果檢查出來 有腦瘤我們說的 那西醫一定會說什麼 腦瘤引起的 那就是單一的 單一的就會影響症狀 或是你血管照出來 好像堵塞了 很可能它就說血管 或是神經壓迫了 種種的說法都指向單一 那事實上整個的症狀的產生 不可能是單一就能產生 好 這裡是要表達這一層意識 那所以在下面就進行展開來 舉例來說明 我們來看下一段 舉例來說 身體疼痛與神經傳導有關 而神經還需有血液滋潤 進而包括血管 肌肉 骨頭等組織 也要加入運作才行 但即便如此 心臟如果不跳 神經也不能傳導 以此類推 可知 還要有其他各種器官的參與 才能維持神經的傳導功能 此外 要是沒有足夠的熱能維持 組織器官的運作也不行 所以 為了解除體傷所導致的症狀 不能只從單一組織或單一器官下手 而按推原始痛點 則可以激發體內熱能 及各種組織器官的運作 使其所影響的區域增強自癒力 及修復力 達到通則不痛的解症目的 這與中醫阿世穴的原理是相通的 好 我們就舉一個痛 你要感覺痛 要不要有神經的傳導 那只有神經傳導就可以了嗎 如果只有神經 那我說 如果血液流不到那裡 神經能不能起作用 不可能的 所以神經一定要有血液的滋刃 好 那要有血液的滋刃 如果沒有血管 血四處奔善 還有作用嗎 也不行 所以還要有血管 甚至還要有肌肉組織等把它固定 那光這樣還不行 如果沒有骨頭 它變成一團肉球而已 你怎麼傳導 所以要傳導還要有骨頭 那這樣是不是就已經 有辦法傳導到痛的感覺呢 有沒有辦法 還不行 如果心臟不跳呢 哇 能不能傳導 你還能痛嗎 都那個了還能痛嗎 是吧 那如果這樣彈來 你就會考慮更多了 心臟當然是一個很重要器官 那如果沒有腎臟的運轉呢 也不行 沒有肝臟的運轉 行不行 也不行 所以這樣再進一步思維 這個痛還需要有各種器官 怎麼樣的配合運轉 所以一個痛的產生 它必須要怎麼樣 各種組織器官 還有熱能推動 如果沒有熱能 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電力器 設備能不能運轉 當然也不能運轉 所以原來這個痛的產生 背後需要各種因緣這樣 這樣合合 然後互相協調 運作才能產生 這個我常常就比喻一個故事 就是用任言經的一個比喻 它說火是從哪裡來 火性無我 它沒有主宰 自己沒有主體 那它是從哪裡來 有人就是拿著 一個放大鏡 然後對著太陽光照出來 然後反射到艾草 然後艾草就燃燒 然後他就問了 到底這個火的產生 是從日光來的嗎 單一來的嗎 是不是 如果是 好 那日光 從 要照到放大鏡中間 經過很多森林 那這些森林 應該都要燒起來才對啊 但問題也沒有 可見 這個火絕對不是從日光 直接過來的 那是不是從放大鏡產生的 也不是 如果放大鏡會產生火 那你手拿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感覺熱呢 那如果是從放大鏡 那個鏡子也早就融化了 應該也不是 那是不是從艾草而生的呢 如果是 那艾草 從小它就應該自然了 怎麼還會長大 而且你手拿著 你還為什麼 要讓它燃燒 還要拿著放大鏡 然後對著日光 它才燃燒呢 可見都不是 但是 你也不能說 否定沒有日光 它就能燃燒 對不對 你也不能說 它沒有放大鏡 它能燃燒 原來它是要怎麼樣 各種因言和和下 它才能燃燒 缺一都不可 那同樣痛也是這樣的意思 它不可能 只有一個神經引起的 或是心臟引起 或是胃引起的 但是我們的醫學 我在寫了那麼一大段 就是指出醫學常常會 怎麼樣 皮膚膩的痛 我痛在這裡 結果照出來 啊 它說胃潰瘍 胃引起 有沒有 那很顯然 胃不會 中間還有包括神經 還有包括各種組織 血管 骨頭 種種它才能產生 但也不能說跟胃無關 人沒有胃也不行嘛 但絕對不能說是它 所以這個意識已經很明白的顯示 我們這樣如果這樣診斷 會出現什麼 不圓融了 它只看到一點 而沒有看到前面 這一點在中醫 我就覺得很好 中醫比較有一個整體觀 那我認為這樣才合理 那為什麼我們說 按推原始痛點 可以激發前身 包括影響到熱人 我們有沒有說 會消耗熱人嘛 對不對 也可能 因為按推組織運作順暢 而體力變得更好 也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它會影響 那為什麼它可以帶動前身 包括各種組織器官 甚至熱人呢 好 剛剛我已經講了 如果你腰痛 或是手腕痛 好 我們就舉手腕痛 你這個手腕痛 我為什麼按這裡 我說各種組織器官都參與了 包括心臟也參與了 我這樣 你們能理解嗎 有沒有辦法全面都動起來 我按這裡 連心臟也在運轉 各種組織器官都在運轉 這很容易理解 我按這裡的時候 它是不是找到阿四穴嘛 我昨天有說嘛 那個最痛點就類似 我們中醫的阿四穴 很痛 我按了那個痛點 很快它的症狀就好 但這個症狀改善 是各種組織器官 都在運作才有辦法 好 我們來說這個痛 這個痛 剛剛我已經比喻了 這個痛 我按推這個痛點 這個痛從哪裡來的 要不要神經傳導 所以神經有沒有參與 好 要不要血液之刃 要 要不要血管 肌肉 骨頭 要 好 那光這樣 行不行 不行 它還不能產生痛 還要怎麼樣 還要心臟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 就像任言經問了一句話 他說 人的眼睛看得到嗎 人的眼睛看得到東西嗎 看得到的舉手我看一下 看不到的舉手我看一下 哇 這個問題竟然 還那麼難 竟然有兩派喔 它的答案很簡單 眼睛看得到嗎 如果看得到 那死人有沒有眼睛 那他應該看得到 那如果死人看得到 那還叫死人嗎 所以很顯然 眼睛是看不到對不對 是 它要看得到 背後一定要有怎麼樣 各種因言和合 它才能看得到啊 單一的絕對不會 我一直在指單一的不會 那所以說 你說好 有神經 血管 肌肉 骨頭都有了 它能不能運轉 還不行耶 心臟不跳 它能運轉嗎 它能產生痛嗎 可見 它一定有心臟參與 那肝臟有沒有參與 沒有肝臟行嗎 也不行 所以可見五臟六腑都在運轉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按了原始痛點 效果那麼好 因為我調動全身 所有的都在運轉了 了解嗎 是這樣來的 所以它會很強烈的 那在全身調動出來之後 它就產生了一個運轉機制 然後影響了一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特別明顯的 它就開始怎麼樣 運轉順暢 那自然在這一區域的症狀的體傷 就可以進一步怎麼樣 修復而改善 原來它的機制是這樣 那這個就符合 為什麼阿士蟹 孫師廟找到阿士蟹 也是這樣的作用 它為什麼 不像經絡 反正你拿個蟹味 我就 你胃痛我就渣 比如說竹山梨 或是河谷這一類的 它為什麼不這麼渣 因為它覺得效果不好 所以它一定要去找怎麼樣 痛點 那這個因為為什麼 找到痛點之後 刺激這個痛點 就可以調動怎麼樣 全身 那中醫其實也 經絡穴位也有這樣的效果 因為為什麼 有些人扎針在求那個針桿 一定要黏針啊 然後甚至這樣進進出出這樣 刺激 為什麼 也是要調動怎麼樣 讓它產生一種痠痛感的感覺 有沒有 那這個痠痛哪裡來的 全身在運作啊 那就是達到一個刺激啊 但是你用工具 然後在沒有痛點上 然後靠這種手法來刺激 倒不如怎麼樣 找到那個阿士蟹的痛點 那個開關 那你輕輕一按就有效果 哦 所以 就 就這樣來看 為什麼 孫十秒最後研判說 阿士蟹比十四斤弱的蟹位 更有效 道理就在這裡 它 它的位置一定是 那個摸起來 不用特別大力 它就 感覺特別痛 就可以調動前身 那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開關了 很大的開關 哦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一路研究應該 道理應該是在此 好 那我 所以原始點跟阿士蟹有沒有相通的 很相通 那 我就引用中醫的話嘛 達到 增強它的 這個整個組織運作的順上 達到通則不通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 至於症狀所對應的原始痛點 不一定只有一點 而是常有多點出現 這些痛點都要按推 以激發體內更強烈的運作 加速體傷的修復 雖然具體痛點位置 常會有所變動 但一般都不會超出 所對應原始點部位 反過來 在原始點部位出現的痛點 其所影響的立體區域範圍 也非常明確 只要在此區域範圍內的任何症狀 使他處體傷所致 經按推原始痛點後都會改善 但一旦離開此區域範圍 其影響力就會隨距離而遞減 直至消失 好 這一段要表達的就是說 你只要有症狀出現 有果必有因 一定可以找出痛點來 只是原始點一個好處 他把這些痛點會出現的部位怎麼樣 都找出來 先找出來 不像孫思苗還要怎麼樣 每個來都要找了老半天 所以他簡化了 而且讓診斷跟治療很快就結合 你這裡痛 我不會想其他 往上找 就馬上怎麼樣 這個開關在這附近 一根指頭長 你就可以找到 你需要的阿四瀉痛點來 那這樣就變得很快 但現在來了 因為孫思苗之後再也沒有人來談 那個阿四瀉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用原始點來稱為原始痛點 照他的書來看 好像他找一找找到最痛 然後扎針 事實上我們原始點一路研究的結果 發現阿四瀉常常是怎麼樣 不只一個啊 很多個啊 很可能孫思苗找到的可能只是一個而已啊 那我們可能一個區域就有怎麼樣 不滿的很多痛點啊 甚至整條都在痛 有沒有 所以我們找出來 我相信絕對比過去的 一千多年前的阿四瀉還怎麼樣 還更怎麼樣 還更有效 因為我們常常把這一區域的阿四瀉 都找出來之後怎麼樣 全部處理 所以我們處理的阿四瀉 不是只有一點 甚至常常是怎麼樣 好幾點 甚至是整條的 這個是不一樣 還有一個 阿四瀉難道在只有局部找得到嗎 譬如說他這裡痛 只有這裡有阿四瀉嗎 不一定 這個也是原始點一路研究 已經很清楚的一個概念 不信你看 我這裡 譬如說我們以第一天的案例 為什麼我要按給你們看 就是準備講這一堂課 因為當他在這裡痛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注意 我先按肩部原始點給你們看 他按的時候有沒有痛點 有 按這裡 我找了幾個痛點 兩三個 有沒有 按了他馬上有效 跟孫思廟講的一模一樣 也是有效 那這個就是阿四瀉啊 要不然是什麼 對不對 但這裡也有阿四瀉 竟然這裡也有 所以我跟各位講 一個症狀的出現 全身很可能 有多處有開關 會同時顯現出來 那我們只是 不想再找次藥的開關了 我們只是對主藥的開關 進行什麼 強刺機就可以解決它 所以阿四瀉 因為孫思廟書上 沒有講到那麼細 我們是一路坐過來 所以我幾乎已經確定了 阿四瀉是很多個阿四瀉 所以你在身上 只要細心找 多少會找到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原始點坐久的人 應該都就 我這樣一點就明瞭 所以我們對阿四瀉 是進行更大的怎麼樣 更深入的再進一步研究 所以我確定 那個阿四瀉全身很多 所以我只能說 阿四瀉雖然很多 但是最靠近的 就是最大的什麼開關 其他的稱為怎麼樣 小開關 而原來阿四瀉還有分 大開關跟小開關 這個也是我們進一步研究 才在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點 好 那進一步 這樣大家對阿四瀉就有了解 因為 從前也沒有人再來談阿四瀉 因為從孫師廟之後 就再也沒有人了 就是說 我說經一千年後 出現 我這個迫不得已的人 已經真的沒辦法 才在這裡下功夫 好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阿四瀉了 也知道有大小開關 那我們原始點要找大開關 好 那大開關刺激 一刺激現在你們都知道 它對整個區域範圍有沒有很明確 有 它管理非常明確 任何人只要按到 你這裡症狀一出現 不管在哪一個點 你不管外側內側 反正你按這一點 它一定就有效 所以它是管理一個區域範圍 那但是問題來了 它只要離開這一段區域範圍 到另外一個區域範圍 它力道就怎麼樣 就減小了 那如果經過兩三道開關呢 甚至就怎麼樣 就沒有了 譬如說你按頭部 整骨下沿原始點到手指頭 雖然它也影響到脊椎下面 對不對 那脊椎又影響肩部原始點 肩部又影響肘部原始點 肘部又影響手背部原始點 然後到手指 沒效了 了解嗎 因為經過幾道開關之後 它力道越來越薄弱 不知道在哪一道已經怎麼樣 力已經消失殆盡了 所以我們才說 你一定要找相對應的開關 所以我常常開玩笑 你不要頭痛揉屁股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這一段講的是這些論述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段 因此原始點大多緊鄰其影響區域上方的骨旁處 以利益傳導 且距離症狀處很近 有利於解症 故能於此位置或按推 以修復體傷解除症狀 或溫膚以改善熱能增強體力 由於原始點有以上種種特性 不僅能處理各種疾病 還能保健強身 所以它不斷是疾病症狀的起源處 也是診斷治療與保健合一的大開關 這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它距離症狀處最近又在上方傳導最快 所以它第一個熱炎進去也快 按推傳導的力量也快 既可以解除體傷 那也可以診斷出本處體傷 再加強熱炎的使用 看似又從本處或大處都可以 所以它也有診斷的作用 也有治療的作用 因為疾病不外就是本處跟他處 那通通有了 那還有保健的功用 又距離症狀處最近 又是症狀的 他處體傷症狀的起源處 所以最後它的結論就是 它不但是疾病症狀的什麼 起源處也是診斷治療保健合一的大開關 這個講到這裡你們好像很平淡 怎麼都沒有反應了 我已經把診斷治療的開關找出來 從古至今有沒有說哪一個開關 有診斷的作用 你們好像讀不出那個味道 好像只有激動的只有我 好 所以一路研究來雖然很孤獨 那五年真的很辛苦 每天因為沒有人走過這一條路 所以全身茫茫大海 你要規律種種 那不是你們想像的 那這五年下來就是 前五年就是在做這個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 全面上就開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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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